夏天到了 那么夏天是一个运动出汗的季节 那么少女们跟我一起 换上短衣短裤一起去运动吧 公志琪 你的练习远得像我的篮球一样了 你这个还感觉你会运动吗 我这不只是脸人吗 你看我身材这么描述还是很健美的好吗 说的也没错哦 那么公志琪 你是怎么保持你的身材的呢 那么这个秘诀呢 就在边吃边运动 这个太好了 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到吃货运动费 耶 本节目由一项企业赞助播出 我想其实我是战斗力非常的持久 什么叫我拥有少女心 我本来就是一个少女啊 我又挨了一分 挨了一分 完了 新农学员开学至今 迎来了第一届吃货运动会 六斤小龙虾这样的 六斤小龙虾 是什么项目让农子队员爆发内讧 呛声不断 更有SNH48成员真实身高大解密 举击仪晃爆身高当场被揭穿 敬请收看本期的SN Hello 好了 今天来到了我们的这个之后运动会嘛 对不对 所以说其实我们这个冬师期啊 我听说在我们的这个SNH48的这个成员里面 算是胃口很惊人的一味哎 嗯 对不对 嗯 你惊人到什么程度 今天敢不敢爆料一下 呃这个嘛 就是有一次一口气吃掉了两个半全家 嗯 其实除了宫师期 我想我们当中应该还有其他也都是很会吃 比方说墨环好像被其他的这个队友吐槽说 这个腰不是很明显在哪个 没有呢不能把这个挥在腰上 其实我是战斗力非常的持久 哦 我可能吃东西的速度很慢 但是我可以吃很长 就从头到尾一直吃 一直吃哇这也是很厉害 我里面的孤师期拼一拼哦 一吃比一拼 那品挑鱼应该是很注重身材了 你会吃吗 当然不会吃很多了 要一直保持苗条的身材 哎 可惜他吃的都不太健康而已 哈哈哈 好说的好什么不健康吃的 比如六金小龙虾这样的 六金小龙虾 哦 所以这个也是其实要靠运动来这个消磨一点了 哎 那个我们这么多成员啊 其实都是作为这个少女的偶像 当然一定要保持身材的苗条才能登台嘛 哎 那我们今天就是特地办了吃货运动会呢 我们挑选出了最有代表性的两组选手 对不对 对 那这个两组选手是分别哪两组呢 长腿组 然后 短 不是 啊 萝莉组 什么啊 长腿组和萝莉组啊 萝莉组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分别是哪几位选手 然后到底有多长和有多萝莉 好 长腿组 他是超完美腿型 搭配甜美脸蛋的第一位 他的身高是 来 请看身高 哎 身高是 171公分 哦 哦 来 好好 那他的名字是 许佳琪 欢迎 哎 好 这我们许佳琪 1米70 还可以比1米7吗 哈哈哈哈 哦 这超多了 哎 不然为什么他这边好了 少多因为我1米8嘛 然后我 然后我 不是 我现在其实蹲着 我脚伸在转库里蹲着 我这1米8 好 许佳琪很厉害啊 嗯 这个是我们的长腿组的第一位 对 接下来是第二位 哎 是大人的身高 但是有疯狂的少女心 所以她的身高是 172公分 哇 还要高啊 还要高啊 哇 我们这个少女组组就是高人伶俐啊 那看她的名字是 徐子轩 172公分的这个美少女 嗯 所以我就是少女好吗 什么叫我拥有少女心啊 我本来就是一个少女啊 啊 本来就是少女啊 所以本身你是大人的身材嘛 就说你身材好嘛 对不对 身材已经很完美了啊 1米72 那么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位 我们的长腿组 是黄金比例身材的微笑天使 哎 看看她的身高是 173 113厘米哦 越来越高了 马上就要超过我了 不然我是1米8的 啊 那么我看看她的名字是 好 我们的吴哲涵 哎 我听妈妈说 在外面抱身高的时候 要抱低那么一点 低那么一点 嗯 哦 所以其实你真实身高是 其实我应该抱的是 170 哦 所以啊 为什么要抹到3公分嘛 我觉得身高一点好啊 显得较小一点 哦 挺较小 这样比较可爱 哎呀 哎呀 是啊 大只有大只的可爱嘛 大可爱嘛 我们出去吃龙家 最喜欢吃大只的 对啊 像你吃全家桶 肯定说鸡腿给我来大一点 对对对 好 这是长腿组的三位成员了 好 我们长腿组 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口号吧 对不对 嗯 我们是Tim 蓝精灵 哎 哦 这个蓝精灵真的好吃的 是放大镜下的蓝精灵 好 那么就是刚才介绍完了 我们的长腿组 好 接下来来介绍我们的萝莉组了 嗯 那我们的萝莉组 她是由天籁嗓音的剧场女神 哎 她们的身高是 身高 哦 159公分 哎呀 这个蓝精灵 这个蓝精灵 这个蓝精灵好大 哎 这个差 哎 黄霸 对 对啊 所以她的名字是 二 三 曲锦仪 广暴 广暴 绝对是广暴 我想说一下 我没有广暴身高 我真的没有广暴身高 啊 好 真的有 指不定现在还长高了 160 给你长一个160 你来比一下 哈哈 我啊 我160 我比你高好多 所以其实也是广暴的是吧 就是连159公分都是广暴的 对 可能她还没有159公分 哎呦 是你暗喜 哎呦 好 这个今天的这个比赛肯定很激烈了 我现在就可以预料到了 对对对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位 哎 第二位就是 清纯可人的凌家美眉 哎 她的身高是 看看身高 158公分 我又挨了一个多分 哎 你挨了你挨了 那是越来越来越好 我也是挨了你啊 我再来是广暴 这个就是广暴 万琳娜 哎 这边谁高啊 万琳娜谁高啊 所以我说绝对广暴了 是广暴了吗 是广暴了吗 先讲个比较吧 比较比较 今天是揭穿我们官方谎言的 真正的好时机了 来 孙养十净一是 站在板凳上159分 不管怎么样 肯定她也是算 这个萝莉组的了 接下来 还有一位极品 这位是天分过人的精灵女孩 天分过人这个是 关键点对不对 然后长得 这个萝莉嘛 也是精灵嘛 对啊 也是好处嘛 但是她到底是精灵到什么程度呢 来我们看看她的身高是 148公分 黄暴 所以她就是我们的 这个绝对是黄暴 这个是真的 萝莱 萝莱 萝莱你这个站起来了吗 站起来了 没有批评 站起来了 她已经站起来了 我想说这个真的是黄暴 我前一段时间去体检 我已经上升到152了 那是黄暴 了不起啊 我真的长高了 长高了 长高了 能不能帮更新太慢了 那这样吧 我们和菊静怡再比一下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菊静怡站起来之前 你要想一想 会不会真的还比她还 还好 还好还好 两个人差不多 所以我们最后的结果 助理这个练习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刚才萝莉组 也介绍完了三位成员 那我们的萝莉组 应该也有你们响亮的口号了 大家好 我们是金萝莉 浓缩就是金华 哇 我好喜欢这口号 其实我常常在男生 在男生里面 我常常会说这句话 你知道吗 是什么原因令萌妹 这么相互吐槽 呛声不断 什么 什么 情况端腿小鲁力们 怎样实现今天大逆袭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SNH电视台 我是今天女主播邱欣怡 我是今天女主播杨嘉宁 相信现在暑假到了 会有许多的 综艺节目陆续推出 希望能够呈现在 大众的视野里面 那你有什么比较喜欢 我们的综艺 或者是有上过 哪些综艺吗 之前你有过录一个 叫上海学院是吧 啊 是是 我们也有 上海学院 丛杰姐 对 要跳表扬 然后这里面其实就有各种样的 也有吃东西 然后也有玩 像之前我记得 我们第一次的海外活动 有录过台湾的娱乐百分百 这个也是非常火的 是娱乐百分百 是小猪啊小鬼 就是胡迪姐姐主持的 这个就有点像访台类的节目 就是我们有表演 我们的舞蹈 我觉得我 也有玩游戏 是是 也有玩游戏 然后有介绍一下自己是 喜欢什么 然后年龄 就是类似于访台类的节目 像我比较推荐 像日本的 AK Bingo 相信大家也会 相信大家应该都会知道 因为可以比较热门 韩国的一周偶像啊 Running Man 都是很分靡的 是不是 都是非常火 像中国的快乐大美 还有天天向上 是不是 就是大家都很喜欢 那今天呢就到这里了 也希望大家 都支持我们的SNH SNH自己的综艺 SNH 哈喽 拜拜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进行我们的运动会了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的游戏规则 长腿组和萝莉组 每组各三名成员 以接力的形式呢 完成仰卧起座比赛 那么每位成员做仰卧起座的时候 可以起身咬一口 绑在架子上的饼干 那么谁先吃完饼干呢 那一组成员就获胜 所以说考的是又吃又运动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 这第一组游戏开始 好 我们的运动会 马上要开始了 刚才宫生奇迹 这个给我们宣布了规则 但是跟以前一样 我们以前玩胆小鬼 我们曾经有一个 这个成员胆子最小嘛 所以他会到现在还戴着 那个胆小鬼的头孔嘛 所以他要戴满武器嘛 所以今天失败的人 也要戴一个懒舵兵 戴武器 懒舵兵是我的 好 那么这个是说说的了 来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 真实的游戏队 对 接下来我们要请的是 主心有请长腿组 长腿组 好 队户再来一遍 你们的队户是 蓝精灵也可以巨大无比 我们是青蓝精灵 蓝精灵 好 还有我们的罗莉组 来 起立 罗莉组你们的队户是 龙哥就是金华 好 那么在我们比赛开始之前 我们的两队 请向对方呛声 直接无视 快来 落屁 不见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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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莉组 罗莉组 你们有反击吗 罗莉组 这次高了不起了 哎 了不起了 这次要死了 什么 什么 好了 这个气势上真的是 知道吗 我这样正好可以吸到胸 吸到胸 吸到胸 反正闻着到妹们的定位 他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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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一样 喂 你们是偶像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 这个气势都已经出来了 我们要开始正式的比赛了 好 我们先请长腿组到前面来 罗莉组请休息一下啊 小心 走 来 第一位参赛的是 最高的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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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是的 是的 哎 能够到吗 对 对对对对 应该是往上 好 来 我们继续了啊 接下来 长腿组已经准备好了 第一位成员 那么 三 二 一 开始计时 哦 啊 等一下 第一个就飙了 来 继续 是不是太猛了 哇 哇 来 我手机就要了 太快了 没了没了快了 你可不可以 哦 好 换第二位 换第二位 快快快快 第二位 来 也很快 哇 快点快点 五十过了 帮忙 加油 最后一口 最后一口 还有一口 哇 也蛮厉害 好 最后一位 我 哎 我估计他最后一口要输不到了 最后一口要输不到了 好 来 时间是 请龚世纪宣布时间 四十九秒 啊 四十九秒 哎很不错的一个成绩 一分钟都没有到 对 好了 刚才长腿组已经完成比赛了啊 对 接下来是我们的萝莉组了 好那么准备好了没有 三 二 一 开始 好了 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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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吃这么短的 越来越难了 短上加短 人短的应该也短 好 这个还蛮快的 这个还蛮快的 哦 你没看他们就是平率很快吗 对吧 平率好快的 所以说各有优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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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观念都是 都是门 都门 好 啊 哇 哇 所以我们现在向大家宣布 我们萝莉组的成绩是 32秒47 哎 哎 所以这一轮胜出的是 萝莉组 哎 哎 哦 对 刚才获胜的 我们请龚世琪宣布一下 那么这轮获胜的队伍是 萝莉组 好 那这个我们长翠组也要再加油了 好 那么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真正的这个游戏环节了 嗯 那么这轮比拼的我们运动会的项目是什么呢 嗯 我们好吗 本节目由一项企业赞助活出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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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届吃货运动会上 是什么项目 让萌妹们手忙脚乱面目全非 是什么食物 让吃货妹们反而生味 趋又难艳 欢迎收看本期的SN Hello 这轮比拼的运动会项目由我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游戏规则 那么就是长腿组和萝莉组分别进行游戏 那么三人中其中一人背对着其余两名成员 用手投掷马鼠 投掷马鼠 然后其余两名成员在后面用嘴结实马鼠 然后接到的成员呢就得一分 那么两队分别的时长为一分钟 一分钟之内接的最多的队获胜 听起来这个运动还蛮带感的 好 那么就看我们这个两组成员 是不是能够发挥出你们的运动特长了 诶 吃货运动会来进入这轮比赛 要进入我们的长腿组 好 宫志祺我们要准备计时了 好 接下来准备 准备 三 二 一 不算不算 头顶呀 头顶不算了 快 准备 Due s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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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了掉了 几分啊 没有 没有 二十秒了 二十秒 要慢一点 打到了 打到了快换 打得好准啊 真的好准 又是头顶不算 快快 三分了 好厉害 四分 还是头顶不算 啊 还是四分 喂 你是来捣蛋的吗 喂 对 对 对 时间到 时间到 好 好 好 接下来长腿组我们公布一下 长腿组的得分是 五分 五分 耶 好厉害啊 成绩还是很好了 好刚才我们的长腿组的比赛很精彩 得了五分 我们接下来短腿组是不是 不是 螺蛎组 螺蛎组 为什么我老是要把这个特色爆出来呢 为什么 好 接下来螺蛎组的表现会怎么样 有请螺蛎组登场 耶 好 来 准备 三 二 一 没有 太快了啦 他们说来 啊 啊 啊 得一分 得一分 老费一个 得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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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哦 现在已经二十二秒了 三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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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没有 哇 哇 也四分了 也四分了 哇 太远了 现在还比 好 时间已经十十秒了 加油 还是没有 啊 五分了 好奇的打平了两队 哎 快 五分了 快 五分了 哇 哇 时间到 直接到 直接到 好 时间到了啊 好 现在我们宣布一下 我们萝莉组的得分是 七分 耶 七分 好棒 好 好 接下来啊 我们今天的这个比赛 大人大花脸 对对对 运动会顺利的结束了啊 但是呢 我们运动主要是为了保持好的身材嘛 对 为了登上舞台嘛 好 那么接下来也请我们的长队组再到我们前面来 好了 那么今天我们的运动会顺利结束啊 对 啊 然后也结束了这个获胜队 那么我们的获胜队就是我们的萝莉组 所以这个马手就奖励你们了 好 来 和我们的队员一起分享吧 来来和我们队友一起分享吧 来来来 哎 来来跟吃变运动啊以后 哎 那么演讲就有罚对吧 对 运赌服输 那么这边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惩罚的东西 减肥糖果 哦 减肥糖果啊 你又要去我们的长嘴组 来吃我们的减肥糖果 一人 一人抓一把 我的手小一把就一口 加油 你的手还小吗 1米73 你手还小 来 一人抓一把了 好 抓一把 我是想跳一把的 好 来 来 好 你们先一人抓一把啊 然后我们会公布这个是什么口味的 哇 好 现在每个人手里都抓了一把 哈哈 看起来好好吃啊 好 来来来 看起来好好吃啊 只要到达他们都很好吃 不是说很好吃的 好 今天运动会 那么我们就送给他们这个减肥糖果啊 对 健康减肥糖果 好 现在请你们吃下去 一口 一口吃 一口对 对 一口 抓了多少钱一口 一口吃掉 一口都不能剩 一二三开始 吃 吃 好 现在我告诉你们这个糖的味道 它分别是什么鼻屎味啊 什么臭鸡蛋味啊 臭鸡丝味啊 什么牛叶味啊 然后泥土味啊 然后之类的味道 怎么样呢 啊 来 瞧一瞧 就能包吃鸡肉 哈哈哈哈 哈哈 好 随之后我们再运动会成功 耶 追一个 追一个 可能黑的是吧 要如我每一次的散战 却要好整个世界 有时空的游泽 它能有多的泪 如果没有太多奇迹 为了囚禁在眼前 新穿成长的更直接 后来一年相遇 在人潮拥挤的街 一起结巴安同心 让我们一起超越 路途很多危险 我们也却不回退 风在大夜吹不灭 我们坏土的坚决 挥洒我 数不清的汗水 只会 有时空的游泽 在大夜吹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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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梦的黑夜 只会让沉默 有此感动的漫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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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